万人言语激烈 行为异常 多次轻声 到底所谓何事 说的原话我印象中是 求救政府帮帮我了 我已经活不了了 模范男友从天而降 身份成迷 真心交友还是另有企图 还没有留下任何的有价值线索 包括他告诉这个被害人 他叫专伟这个名字都是这样 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 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敬请收看平安365 天降好男友 2017年6月5日 吉林省化电市公安局 起薪派出所 接到王女士报案称 自己准备用于购置房产的 6万元被人盗走 在电话中 王女士向民警哭诉 这6万元是其一家人的 全部积蓄 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即来到王女士家了解情况 当时就跪地 说的原话 我印象中是求求政府帮帮我了 我已经活不了了 在民警的安抚下 王力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我跟我男朋友去买房子 中途让人家把钱给我们偷了 购房款无故遭窃 实施犯罪的究竟是谁 事情还要从他认识的一个男人说起 王力家 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 可是在2010年王力的丈夫赵先生因病去世后 家庭的重担便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肩上 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收入 2014年7月 王力惊人介绍 来到了化电市某足料店打工 2017年4月25日 像往常一样上班的王力 结识了到该足料店消费的张伟 由于张伟的随和热情 两人很快便熟络起来 而更让王力惊讶的是 张伟在随后的话语中表示 自己对王力一见钟情 因为当时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毕竟是说咱都不是小孩的 我没相信 我觉得其实他说了玩的 为了表明自己的真心 张伟对王力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在那段时间里 王力每晚都会收到张伟 饱含爱意的微信 最近天气转凉 出门记得加进衣服 平常工作再忙 也要记得按时吃饭 由于中年丧偶的经历 王力多年来都感到十分孤独无助 张伟的出现让他感到十分温暖 就这样张伟渐渐地走进了王力的世界 我其实是我诞生这么多年了 有个这么难人支持我 是不是也挺好的 随着两人关系的日渐熟络 双方也有了更多的接触 2017年5月28日 张伟和王力相约在咖啡厅见面 在两人的聊天中 张伟得知了 王力在丧偶后 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也了解到 王力带着老母亲和儿子 挤在一套50余平米的老房子里 王力本以为 张伟在知道了自己的经济状况后 就不会再出现了 可谁知张伟表示 愿意与王力共同承担这一切 面对张伟如此的包容于大度 王力彻底放下了心理戒备 此时 他的内心已完全被张伟的甜言蜜语所俘获 在他心中 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陪伴自己度过余生的不二人选 这一天 双方确立了恋爱关系 随着两人感情的持续升温 不久之后 他们便把结婚提上了日程 同时 张伟也提出了 共同出资购置房产的计划 面对男友的提议 王力却显得有些犹豫 我说我一个儿的一个老妈 我没有钱 但是 他并没有彻底否决张伟的计划 因为此刻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王力 满脑子里都是关于两人感情的美好憧憬 考虑到目前家中的居住条件 犹豫再三 王力还是决定与张伟共同购买属于他们的新家 考虑到完了我们家三代人在一起生活 生活在一个五十多平的楼里头 完不方便 完了就先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组建新的家庭 本是让王力倍感幸福的一件事 在他看来 张伟的到来是老天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在咨询过几处楼盘之后 王力选中了一套一楼的房子 然而 二十四万元的购房款 却又让王力感到搬进新家 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就在王力一筹莫展之际 好男友张伟的一句话顿时打消了他心中的顾虑 他说那个我给你出十八万 你出六万 屋里东西我都买 而让王力没有想到的是 这看似温暖的话语也正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2017年6月5日 王力带着东拼西凑的六万元 与张伟一起来到化电市某售楼处 张伟提议出于安全考虑 不如把两人的钱放在一起 在听到张伟的提议后 王力没有多想 在将自己的六万元交给他之后 便去签署售楼协议 此时已进正午 由于签署协议手续复杂 两人便商议 先回足疗店休息一段时间后 下午再继续办理 回到足疗店后 张伟提出想出去买包烟 在将装有24万购房款的背包 交给王力后 张伟便出了门 两边都有超市 两边的超市都 也就是三分钟就能买回来 我等五分钟就没用 我就给他打电话 无法接通 无法接通 我又打 啥打都是无法接通 我就站门口两边瞅 没有 理想男友留下背包神秘消失 意图毁婚还是另有玄机 十六七打的假钱 当时我就懵了 天眼助力细致排查 犯罪嫌疑人究竟逃往何处 然后发现犯罪嫌疑人 在洪市联业局下的车 平安365 天将好男友正在播出 男友的无故消失 让王力感到十分意外 在其始终无法联系到张伟的情况下 他决定打开张伟的背包 一探究竟 而就在他打开背包的一瞬间 眼前的景象顿时让其感到不知所措 十六七打的假钱 当时我就懵了 冷静过后 王力再次对张伟的背包进行查看 经过仔细辨认 背包内的成捆现金 均是做工粗糙 质地较差的名币 而自己的六万元 也不知所终 自丈夫去世后 抚养上学的儿子 照顾年迈的母亲 都要靠王力 每月三千余元的工资 日子经常捉襟见肘 钱财被盗 就像阴霾一样 顿时笼罩着整个家庭 无故消失的六万元现金 不知去向的好男友 黑色背包内的十八万名币 这几件事情背后 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民警决定先对张伟展开调查 他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包括他告诉被害人 他叫张伟这个名字都是这样的 虚假的身份信息 人间蒸发的好男友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自称张伟的人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然而 除了张伟的相貌之外 王力没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由于王力始终无法接受 钱财被盗这一事实 情绪十分不稳定 时常有轻生的念头 尽快抓获犯罪嫌疑人 追回赃款 变得尤为紧迫 在对张伟展开调查之际 警方也在第一时间 启动天眼程序 对案发地周边的路面监控 进行回放 经过对大量监控视频的逐一排查 及被害人王力的进一步辨认 警方确定一名身高大约1.7左右 头发稀少 并着黑衣的男子 正是张伟 在案发当日 下午13时左右 张伟从胡同7侧出来之后 便上了一辆出租车 但由于此处的监控设备 拍摄画面并非高清 仅从画面中 难以辨认该出租车车牌号 那么 办案民警又该从哪里着手 锁定该车的车牌号呢 经过对全市范围内所有出租车的排查 民警顺利地找到了案发当日的驾驶员孙华 据他反映 该车乘客最终是在画电市 以东30公里的红石镇下了车 红石拉子镇 简称红石镇 位于画电市东南部 里市多以山区林区为主 民警判断 犯罪嫌疑人逃往红石镇的一个重要原因 便是这里地势复杂 便于藏匿 如果让犯罪嫌疑人顺利进入林区 想要找到其踪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当办案民警赶赴红石镇调查发现 犯罪嫌疑人在该地区 有多次换乘车辆的记录 就是拿了一辆大客车 然后他又乘坐这个乘坐这个客车 完了就走了 然后我们调了 该车行驶途中的这些监控 然后又发现了这个 犯罪嫌疑人在这个红石镇局下的车 他下车又换了一辆黑车 然后逃往林区了 这个时候监控也就没有了 线索就中断了 案件侦破遭遇瓶颈 警方能否找到新的突破口 觉得如果说找不到逃跑的诡计 咱们就改变一下自己的侦查方向 它是如何来到华电 承包工程输光家产 求职之际为何走上犯罪道路 平安365天降好男友正在播出 在无法继续追查 嫌疑人逃跑路线的情况下 警方决定 及时调整侦破方向 觉得如果说找不到逃跑的诡计 咱们就改变一下自己的侦查方向 它是如何来到华电的 咱们从被害人认识的地点 开始往前推移事件 在调取了案发前5日大量的监控视频 并反复研判之后 民警发现在华电市长盛大街附近 出现一个身着黑衣 形态中等 体貌特征方面 与张伟极为相似的男子 然后我们通过排查这个 犯罪嫌疑人活动区域内的旅店 发现了几名与犯罪嫌疑人 比较相近的 经过对旅店的住宿信息调查 民警终于找到了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于明君 辽宁省沈阳市人 49岁 无意 警方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其行踪 发现犯罪嫌疑人于明君 作案后 一直在其原籍辽宁省沈阳市附近活动 2017年6月13日 把民警奔赴沈阳市 将于明君抓获 同时缴获赃款6万元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早年间 一直在辽宁省葫芦岛市某船厂承包工程 但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经营手段 承包工程并没有赚到钱 过来会想养活主 由于某种员们 就是 也赔钱了 杜伯又欠了点钱 这债主老是要 于是 没有这个承换能力 也没有办法 迫于债主追债的压力 于明君一直在寻找短期致富的门路 偶然间 他听到别人说起过 吉林省化电市某矿场 正在招兵买马 说不定有发财的机会 对于选定作案目标 于明君并没有特定的人选 于是 他便开始随意寻找 为人实在的单身女性下手 不经意间 于明君来到了 王力就职的足疗店内消费 为了掩人耳目 于明君谎称自己名叫张伟 同时 他还想到 先以处朋友的方式 获得对方的信任后 再实施下一步的诈骗计划 2017年6月5日 在两人来到画电市某售楼处后 趁着王力在查看购房合同之际 于明君实施盗窃 在随后的审讯中 警方了解到 犯罪嫌疑人于明君 已经不是第一次 以购买房屋为由实施诈骗 2010年 于明君曾以相同手段 对一名沈阳级女子实施过诈骗 据了解 证明沈阳级女子同样是中年丧偶 在我国离异 或者丧偶的中年女性不在少数 这一群体 往往因为家庭观念 子女抚养等原因难以再问 这也导致了他们内心孤寂 缺少来自伴侣的慰藉 这也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 目前 犯罪嫌疑人于明君因盗窃罪 已被化电视警方移交给当地检察机关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在得知了犯罪嫌疑人已经落网 且自己被骗的六万元已被警方追回后 王力紧绷的神经也终于得以平复 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正是抓住了单身中年女性 内心孤寂渴渴望关怀的心理实施诈骗 而被害人轻信他人花言巧语 盲目相信他人也是上当受骗的重要原因 通过本案 王力也提高了警惕 对于恋爱交友也有了一个更为谨慎的态度 通过这次受骗之后 懂得很多很多 不能轻易相信一个人 不能轻而易举地去选择婚姻 在遇到同上的类似的事 同样的人 可能我第一时间会悄起警钟想 我受过骗上过当 我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了 平安365提示 一 中年单身女性在婚恋交友方面 首先应明确对方真实身份 认清对方真实意图 二 不要轻信对方的花言巧语 在谈婚论嫁前 应该深入全面地了解对方 三 发现可疑情况 应及时报警 画面中的这一幕 发生在四川省四阳市大佛街上 2017年5月10日 一辆电动车的把手 插进了这位女子的眼睛里 女子的眼睛不停地在流血 此时她半蹲在电动车旁 动弹不得 消防队员将刹车把手切断后 在场的医护人员 立即对她的伤口做了紧急处理 并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由于抢救急时 女子已经脱离危险 据了解 女子是在下车后 不小心碰到了油门 于是连人带车一起撞了出去 这才发生了最开始的一幕 平安365提醒观众朋友 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检查 确定车辆完全落索后再离开 避免伤及自己和他人 出现了多情 警能成功 libera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